试试 试总 试 试总 我们两个现在孤苦伶仃的 不过你放心啊 就算流落街头 我也不会把你丢下的 我们鹅在 人在 鹅亡 人可以在 吓死我了 难道我们就这么过一个晚上吗 我鸟 这可不行 像这样的人 看你 冤枉 冤枉 作固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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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方言姐姐 你说在这个美丽的屋子里住的是谁呢 亲爱的蜗鸟 我猜住在这么美丽房子里的人 一定是一个大方 善良既英俊又潇洒的男主人 那可是方言姐姐 如果她看到我们两个人 现在孤苦伶仃的样子 你说她会不会愿意收留我们呢 我觉得你说得对 听啊 北风呼呼地吹 如果她听到 她的呼声正在门口瑟瑟发抖的话 她还能够安心地待着 不打开内扇 门吗 路道怎么突然嗨了呀 吓死了 不打开内扇门吗 我还没说完呢 她不会又被吓到了 你别走我害怕 灯在哪里呀 我鸟 其实呢 我们真的是不能怪石梦的 毕竟她也不知道我们就突然出现了呀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是饿了吗 还好吗 还好吗 仅此一次 明天我会再人亡 我们 石总 今天谢谢你收留我们 请收下这个苹果额 也谢谢你原谅我们的 擅自闯入 我只是暂时收留你们一晚 其他的以后再一 这个就不用了 等一下 我 我又可以证明我们 诚意的礼物 收收看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拿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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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呢是我以为你是那种 但是 今天我突然发现 其实你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所以呢 我准备 将这个喝了忘情水的小鹅 重新交还给你 金子一次 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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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口琴 口琴是十一送我的 石总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去照顾我鸟了 石总 谢谢你的收留 和贴身呆着 和贴身呆着